第二三体同质量的保绿龙密度0.25每立方公分克及木块密度0.6每立方公分克投入水中何者所受的浮力较大 我们看到保绿龙跟木块的密度都小于使得密度一 所以他们在水中都是浮起来的 而我们晓得浮体的浮力会等于物重 所以保绿龙的浮力等于他的物重 木块的浮力也等于他的物重 而这两个的重量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同质量的保绿龙跟木块 所以两个所受的浮力应该会一样 所以二十三体问我们说何者所受的浮力较大 我们答案选的是C一样大